請到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我是吟乃金也歡迎我們的這朋友呢在這 youtube 收看我們的這個直播啊同時呢 再次的歡迎您透過各種不同的不同的廣道您可以下載這個飛碟聯播網的APP 然後同時呢可以看我們的直播收聽這個收音機或者是呢在這個 podcast 我們飛碟早餐午餐晚餐 還有這個 spotify在 podcast 就飛碟早餐午餐晚餐還有這個銅文的蕭銅文的同樂會啊 在這個 apple的 podcast 還有這個三岸啊 spotify 都有啊 呃這幾個節目的啊內容呢歡迎大家呢透過這個不同的呃管道啊來參與我們的這個節目呢 也歡迎大家呃留言啊如果呃有一些這個留言可以回答的話呢 我們也盡量的啊再呃來回答啊好提醒您啊 如果你現在呢拿的還是紙本的台胞證的話呢 今年9月20號呢就最後一批啊就到期了到期之後呢就要失效了 所以呃如果你拿的是紙本的台胞證的民眾啊 您要去換領這個卡式的台胞證或者是申辦一次有效的台胞證呢 才能夠往來這個大陸的才能夠去往來大陸了啊 呃他在嗯他改成這個非紙本的非紙本的卡式台胞證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是幾年啊啊 OK好是2015年的時候呢呃9月26號是換這個卡式的台胞證啊 那那個時候呢就是也還是有很多人就是保保有的是紙本的嘛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在呃他才剛剛宣布換這個卡式的台胞證之前的時候 我才剛換了這個面到期才剛換了這個紙本的這個台胞證 所以就用這個呃紙本台胞證用了一段時間嗯後來也是到期了就換了了哈 呃那現在呢到今年的9月20號呢就是紙本的就到期了啊提醒您啊 現在雖然是疫情期間呃很多人原本可能要到大陸或者是什麼樣的這個 不管是念書啊工作啊或者是旅遊啊的節目呢呃的這些行程的可能都 暫時這個暫緩了啊但是還是往來的人還是不少的啊 所以呃提醒一下啊嗯如果有這方面的這個需要的話呢要去換陣啊 然後另外呢大家不曉得在剛才呢是不是就已經加入了這個飛機雷魔網 有沒有聽到我們的這個新聞我們今天這個軍方呢特別的出來講啊 大陸的呃不但呢最近這幾天啊他們的軍機啊 這樣子進入到台灣的這個領空啊嗯很麻煩啊多兵力多架次多艘次因為他不只是解放軍的軍機還包括了這個軍艦啊多層次的好來進入我們的航空識別區內的這個西南海啊空域啊實施這個海空聯合軍演還出動了這個調查船在我們的花蓮縣外海啊 啊而且現在呢軍方呢在密切的關注有關於這個山山東號遼寧號啊呃 中國大陸這兩艘這個航空母艦的動態啊他們現在呢這兩艘航空母艦呢呃 據了解是加入了這個呃是在這個渤海呃進行這個軍演啊他們要練習這個艦載機啊因為航空母艦他最重要的這個任務呢就是載運這些軍機啊載運這些軍機作為一個起降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地啊那呃遼寧號跟這個山東號的呃他們開始進行這個呃戰績聯合這個操演的這個十日呢呃 呃特別是山東號並並不是很長啊遼寧號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但山東號呢並不是很長啊所以呢 如何所以他呃在去年前年開始啊 比如遼寧號他開始出來進行這個沿海長航哈的這個演訓他就是要他就是要他們就是要演練啊呃 呃遼寧號跟遼寧號他們的整個的啊整個的呃聯合聯合的這個作戰協調等等的各方面各方面的配合啊呃他要能夠達到他要能夠達到這個戰力他能夠達到戰力才能夠有效的去進行他的任務嘛啊 那嗯自從他開始進行這個沿海長航以來我們就備受這個壓力啊過去呢呃就現在形勢早就已經是轉變了啊過去呢我們在對這個中國大陸呢做的這個軍演的這個想像以及大陸如果說對台採取任何的呃武力的行動的話呢呃我們是以這個他們作戰的作戰一定是以這個西半部這個為主嘛啊 然後以這個中央山脈作為這個屏障但是當大陸發展出不管大大大陸有這個呃有這行兩航空母艦遼寧號一艘好那個山東艦啊這樣山東號啊兩艘這個航空母艦行使得他在這個呃對於台灣對於台灣島形成一個包圍的形式的時候所有的所有的呃戰爭的想定啊都已經有個很大幅度的轉變了 所以今天呢呃國防部在這個透露這個訊息的時候呢就說呃他們在密切的關注啊山東號和這個遼寧號的這個行蹤避免呢兩艦的同時出發啊形成這樣子繞島啊這樣子繞島的話呢呃對於我們的這個戰備的壓力來講呢就非常非常的大啊那這次很麻實在是很很麻煩的一個形勢啊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就是說呃當國防部和這個外交部昨天在接連的啊召開這個記者會啊非常高分貝高深調的啊呃對於中國大陸最近的一連串的密集的啊很很很密集的啊 然後很高壓的對對台灣派出這個海空海空方面的這個軍機軍艦來實施這個呃這個演訓的時候呢呃這樣子一個訊息裡面中間呃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一個訊息呢就是我看到這個呃資深的這個跑軍事的記者啊他們有這個評論 就是說在大陸這麼高強度的對台灣進行海空軍演的時候其實你沒看到啊不知道這個呃美國的軍艦在哪裡美國的軍機在哪裡好那這個對台灣呢就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警訊啊也就是在台海之間一旦有事的時候我們永遠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說原水是不是救得了近火那現在第二個問題就是原水要來救近火嗎 啊這是台灣這個生存很大的一個呃問題啊你如果說我們都把我們所有的呃對大陸如果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假定都擺在說我們只要撐過第一集啊撐過個幾天美國都會來救我們的話呢那我們這樣子的這個呃國家安全呢實在是太令人覺得擔心了哈這是一個很這是一個很很沒有依靠的 好一個防衛策略如果美國不來呢好如果說等到他來的時候呢已經來不及了呢那我們要該如何去因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這是我們必須要去想定的啊而從他呃從過去的這一段時間呃大陸密集的啊採取各種各種形式上軍演的時候我們要反過來問的一個是 即將要是即將要展開的呃呃漢光軍演的這個兵推他的設想是說呃大陸要來躲倒哈以這個作為講定我覺得這個想定是不是有點不切實際哈當這個呃大陸現在呢他展現出來他的導彈的能力 他的軍艦的這個能力啊他的航空母艦的這個能力他的軍機啊他所的範圍啊他最近這幾天在台灣的這個周邊他來這個進入台灣的這個西南的這個空域嗯套句套一句啊這個資深的軍事記者呂昭龍所說的啊他說呢 解放軍的軍機呢是拐進翻墻啊只有的呢是直接穿越穿過中線有的是從中線的最南端拐進形同翻墻啊然後大陸的這個軍艦呢同時在三個海域操演啊規模相當的大啊而且演訓的位置呢距離我們的東沙島非常的近啊已經對我們的軍事呢造成威脅威脅了他大陸的這樣子的做法呢 距離我們最近的這個位置呢距離屏東只有90里耶90海里耶只有90里耶只差沒有跑到我們的門口來去練兵了啊所以這對我們的壓力來講非常的大啊所以這我們的漢光兵推嗯想說他們是多島他的那個科目還有他的演訓的項目兵推的項目是不是要再做一些彈性的調整啊啊今天大陸如果採取就是一個把台灣給困住的 這樣的局面其實不要說這個原水就不了近火了啊那個呃美國方面呢有沒有意思有沒有這樣子的意圖有沒有這樣的動機啊有沒有這樣的決心要進入到這個火線的範圍內台台灣海峽非常的窄耶你一進來之後呢就等於是對你除非能夠除非能夠給他關鍵致命的一擊否則的話你進來之後你你所你所遭遇你被他的導彈只要打中你的這個船艦你所的損失是非常非常非常 巨大的啊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該如何的來應對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呃必須要好好去好好去很慎重看待的事情啊如果說今天呃解放軍的這個軍演只差沒有進門來練兵的狀態之下呃國人還沒有我覺得我們還是這樣子很這個神經很粗的覺得不把它當一回事的話那我真的覺得我們也太裝盡自強處變不驚了啊 好呃再用一點點時間要講一下這個川普啊川普真的是一個很真的是一個很很顛覚很顛覆很顛覆這個一切所有標準的人啊就說自從川普當了這個美国總統之后呢就告訴我們呢一個呢沒有教養沒有道德說謊耍賴~~完全沒有呃沒有信仰啊只有利益的人呢哇不但可以當總統的意思是多少呢 还可以当美国总统啊 这个了不起吧 这个说谎对他来讲呢 家常便饭啊 然后呢 呃 完全没有这个战略思维 我看他川普呢 都只只在意他眼前的 这个眼前的这个利益而已啊 他在接受这个华盛顿邮报 就水门案的那一位呢 呃资深的啊 资深的呃 资深的内幕记者 呃 这个伍华德的访问的时候呢 就透露出说 第一个他早就得到了 来自于呃 白宫国家安全的副顾问啊 和相关的人的警告啊 就是新冠疫情呢 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还有他的副手呢 就他的这两个人呢 早在一月的时候呢 就已经警告川普啊 就说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啊 但是呢川普呢 不把他当一回事 而且呢 他在而且他跟这个民众讲的话就是啊 他很快就会消失了 很快就会消失了 会很神奇的啊 好像你一弹纸一弹手指头 他就不见了 好像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呃 这个使得呢 美国呢 没有做好一定的这个防护 没有给这个民众呢 一定的警告啊 然后呢联邦跟联邦政府跟这个州政府之间呢 荒腔走板 所以美国现在的疫情不但是全球第一的严重啊 他死亡的人数已经20万了耶 美国一战二战累计起来都没有死这么多人耶 这很可怕的一个总统耶 他竟然这样子搞啊 然后呢 他这他自己呢 漠视这个疫情 谎暴这个刻意淡化这个疫情 还正正有词的说 呃 是不想给 是不想让这个民众口慌 呃 我是美国拉拉队长 不能让民众恐慌 然后呢 把这个疫情的甩锅 给这个中国大陆 这样子的一个总统 这个美国民众今年真的是还要再再去选他吗 好 然后另外呢 就是呃 美国的 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啊 国家安全局的一个资深的一位官员呢 最近呢 他成了吹哨人啊 他去举报 去举报呢 呃 国家安全 美国国家安全局呢 呃 竟然是有受到这个上面的 这个国土安全部了啊 国土安全部 竟然是受到上面的压力呢 要他呢 不要去提报有关于俄罗斯 要是要去影响美国呃 总统大选的相关的这些情资 只要报这个中国还有伊朗呢 要去影响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相关的情资就可以了哈 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行径哈 不但是说要他们要他那个隐秘 修改哈 隐秘这个有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呃大选的情报评估 而且呢还要他去修改呢一份这个评估报告 让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造成的在美国境内所造成的威胁显得不那么的严重啊 而且呢报告里面呢还要加入这个有关暴力左翼团体的这些讯息 这一切呢都是有利于川普的选举操作的 而在他拒绝了之后呢 他竟然就被降职了啊 那所以呢 他就呃对于国土安全部呢 就提出了告诉啊 因为呢 这样的做法呢 会让这个呃国家陷入严重 而且特定的危险之中啊 然后这位呃Murphy呢 他提他提出了这个举报之后呢 现在呢白宫啊各方面呢 都是否认啊 但是呢美国众议院的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 呃这民主党的这个呃议员啊 就说这里面呢 A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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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里面这份的报起诉书里面 有严重而且令人不安的指控啊 所以呢 他们会要求啊 这个Murphy呢 9月20号到国会去作证啊 显然呢 这个话题呢 呃接下来在这个 距离这个选举的投票日 越来越逼近的这个时刻呢 在美国呢 又会成为另外一个受到讨论的话题啊